众所周知,降龙十八掌虽然是金庸武侠里最厉害的长法之一 但对于修炼者的要求也齐搞,需要以浑厚的内力为基础 郭靖作为江南七怪的徒弟,虽然武功不怎么样 但从小练习就很刻苦,后来又被全真教的马玉传授了内功心法 练了两年的全真教内功,等到遇到红七功的时候 已经具备了修炼降龙十八掌的条件 而郭靖的女婿耶律奇,她原本的武功就不错 后来又成为了老顽童周伯通的唯一弟子 她在成为盖帮帮主的时候,武功修为已经超越了年轻时 学习降龙十八掌的郭靖 不过奇怪的是,耶律奇的降龙十八掌却没有学完全 这又是为什么呢? 原来当耶律奇接任盖帮帮主后,郭靖就开始传授他降龙十八掌 只不过那个时候,郭靖对抗援军的大战已经达到了最后的时期 这一战过后,郭家众人多殉国身亡 耶律奇后任的帮主并没学权,只练成其中十四掌 所以并非是耶律奇的天分不够 只能说是没有给他可以学成全部掌法的机缘而已